钢琴 十岁 盖拉 小提琴 十二岁参加伊朗青少年音乐比赛 就获得了第一名 看似顺风顺水的天才少女成长 不自由的创作氛围 较少的古典音乐听众 都让他们望而却步 让民众更加了解和喜爱 西方古典音乐 当然 她的勇气 不仅仅是自己的热爱和才华 接受采访时 雅各纳赫有些紧张 她会时不时转头看看 不远处坐在沙发上的 一个青年女性 无法单独演出的系列音乐 和自己创作的音乐 看着两人合作演奏 音乐响起 半地下室公寓成为